马来西亚PTP 我们准备上伙食了 在亚洲这边我传计划要上四次伙食 分别就是这里PPT 不是PPT PPP 咱干脆就PPP 它这个名字齐的跟绕口令差不多 马来西亚这个港 然后是高雄、台北和盐田 其中台北和盐田是奔赴欧洲之前重点的伙食补充 因为按照班期盐田之后 要在至少三周之后 才能够抵达欧洲的第一个港口 才能再次补充 所以盐田这里的伙食呢 是一定要经过仔细计算的 那这个PPP除了正常的补充蔬菜和调料之外 海鲜也是个重点 我们这次买了什么海鲜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今天要煮螃蟹 这是刚刚买的 这个是高蟹 高蟹 里面都是那个蛋黄 这里面 大家看 这黄黄的都是 还有那个工的 砂工 砂工 砂工在那边 这个就是工蟹 一只 一只脚已经断掉了 骨头很大 这也是活的哦 所以得赶快吃了 这个可以保证一人一只吗 可以 可以的 这个有多 这个我还没算 不过应该看起来 应该可以的 一人一只 高蟹 高蟹整好了 砂工也好了 砂工好一半 另外一半还可以 砂工 这是工的 好烫 这里还有一个母的 咱们这个螃蟹吃完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吃美了 那吃美了之后呢 咱们就聊点正事 有朋友提问 说你看飞机上有机长 另外呢还有个副机长 就是副驾驶 那船长我知道 船上有大副 二副和三副 船上到底有没有副船长 另外 船从港口开出来之后 长航了 航行了 那是不是就放在自动驾驶的模式 人都去休息了呢 问了这两个问题 咱们先说第一个 船上到底有没有副船长 只有一个船长 当然我说的是普通的货轮 只有一个船长 船长的下面设有三名驾驶员 分别是大副 二副和三副 这所谓的副啊 就是副手的意思 也就是说船长有三个副手 这三名副手呢 分管不同的工作 那他们的值班 也分不同的时间段 这一点等一下再说 如果说船长没有办法 履行他的职责的时候 比如生病啊 比如说有一些个其他的原因 那大副就将临时接替船长的工作 行驶船舶的管理权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大副就是副船长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刚才说了三名驾驶员轮流值班 无论这个船是在航行 或者是在毛泊 或者是在靠泊的状态 都是如此 三个人轮班倒 分别是大副四点到八点上班 四个小时之后三副接班 八点到十二点 再过四个小时 二副又上班了 十二点到四点 就这样轮换下去 那这个就是值班时间的安排 船在航行或者毛泊的时候 驾驶台 24小时都有对应的驾驶员 在值班的 那靠泊的时候呢 驾驶员就不必待在驾驶台了 他要到甲板办公室来当班 处理各种装卸货这方面的事情 航行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完整的自动驾驶模式 只是不需要舵工手操舵 这个舵机是摆在自动操舵的这种模式而已 但是驾驶员是必须要待在驾驶台 航行之班的 他负责船舶的安全航行 那刚才说了 每四个小时 驾驶员轮换一次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他们之间的交接班 是要把当前船舶的航行状态 往来船只的动态 风流天气状况 还邮件和公务的处理 船长的指令等等 每一个细节呢 都得交代清楚 这时候你才能下班 那么真的就能下班了吗 也不尽然 有些时候啊 你必须要把手头正在处理的事情 完整的处理好之后才能下班 咱们来看一个实拍的场景 看完之后呢 我再来做解释 又到了PPT了 PTP 不是PPT 因为水的时间还没有确认 我们现在以最慢车 再走 我们后边 左后方有三条船在追我 我感到很奇怪 他为什么从我们左边追啊 这三条船 刚才这个船在我们的右边 跑到左边来追 现在这两个船明显离得太近了 他们是去新加坡的 你可以走我右边这样过来多好 右边开场 对 右边非常开场 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从我们的左边来追 所以好多危险都是人为制造的 没有设计好 人为的增加了风险 后来一看原来是个小船 很小很小的 这两辆非常小的小船 他们不怕 怎么追都行 理念不一样 概念不一样 好 就是这一段场景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 首先要做一个模拟 咱们假设这样的追越行为 是发生在某一天的航行期间 我这时候也不是船长了 我是谁呢 我是三副 所以请大家叫我李三 现在的时间快中午12点了 李三要下班了 二副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两个除了刚才所说的 基本交接内容之外 我必须要等到刚才那三条追越船 完全的追过我船为止 换句话说 就是我要等到我刚才所执行的避让行动 完全的做好之后才行 你不能说把船让了一半就交给别人哈 那必须要等到此行为的结束 那这个在避碰规则当中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使过让轻 只有使过让轻之后 这次的避碰行动才算结束 也就是说作为这一个班的驾驶员 我要交给下一个班的驾驶员 我一定要交给他一个相对安全与稳定的航行状态 才能谈到下班两个字 这个就是海员通常做法 与良好船艺运用的具体体现 关于船员之间的交接班内容比较庞杂 因为船上职务众多嘛 所以除了和当职接班人员之间的交接之外 还有上船的船员和下船的船员 他们之间的交接 每个职务又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里边差别是非常大的 有些交接比如说船长和船长 大副和大副 轮机长他们之间的交接 都是法定文本 要完整的记录并归党被查 你再比如说船长跑到驾驶台去了 那这时候船舶航行是船长说了算 还是值班驾驶员说了算呢 这里又涉及到这个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以及值班驾驶员的责任问题 这些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的清楚的 所以在咱们后面的节目中呢 我会用心拍摄 咱们尽量用实际的例子和场景 把上述问题给大家一一解释清楚 那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聊 下期再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